2015年上半年,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9.5% 中国商务部9月7日表示,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总额达85.9亿美元 主要投资国家包括俄罗斯、泰国、新加坡、印尼等 陆路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沿线国家 上半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7% 在新闻发布会上,商业部发言人还表示 在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行业的投资与同期相比涨幅最大 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还与60个国家签署了1786个海外工程项目 项目总额达494.4亿美金 比去年同期增长39.6% 平白亿美金 前后来点击 和右评论